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年少气盛的时候 我觉得新加坡就像是一个温室里面的 一个被保护的城市 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精精有条 很有规矩 40岁之后就想说 我能不能够用很多不同的面向 去描述我这个生于丝长于丝的这个地方 打破刻板印象 深入观察新加坡 从一座座物理地标中 提炼文字的结晶 是本地学者诗人陈志瑞给自己的一个挑战 把这个新加坡的地标全部都列出来之后 我竟然能够写出200多首诗 当时候写了201首 每一首都要不一样 看着新加坡的角度都稍稍不同 用文字再次去丈量新加坡 再去深入观看新加坡 我觉得它其实是有很多的面向 有很多很精彩的 甚至很温柔的地方 精选其中99首接机成书 诗集《诗成地标诗学》 在2017年出版 分为历史 文化宗教 民生和旅游四类地标 展现了在钢古水泥和亮丽外表之外 还有诗成的人文风情 开篇地已做地标 陈志瑞选了国人熟知的新加坡河 我用新加坡河作为一个开端 因为我们都说新加坡河 是新加坡的母亲之河 所有的外来移民都从这里上岸 当年1819年来佛市 这个上岸登陆的地方 甚至包括我们想象的开始 我们对这个空间的一个想象 同时共同创造出来的一个 非常值得我们安居乐业的 这样子的一个城市 所以就从新加坡河开始 把这个想象的一条脉路描写出来 时间之河流淌 如今的新加坡河不仅是我国开步的重要历史地标 更在国人心目中占据特殊位置 我们应该更深层地去看这条河 对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意义 它有象征意义 它有经济意义 它甚至有生活意义 甚至它对我们就是一种情感的一个枢纽 有这条河 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就回到了新加坡 移民历史 遭就了我国多元文化杂柔而相安的特点 族群和谐建立于国人 对不同文化和宗教的相互包容 俗称四马路的滑铁卢街 就是多元种族和宗教和睦共处的一个缩影 我觉得在新加坡来讲 这是一个多元种族 多元宗教 多元文化的一个聚集之地 所以在书里面 肯定要把这个方方面面表现出来 你看我们背后的那个四马路的这个观音堂 然后旁边这个印度的 这个史丽康南的这个印度庙 经常你会看到 华人在拜完这个观音堂之后 就会走过去 继续在拜这个印度庙 甚至他所用的这个乡竹 都是华人的 这整个感觉就是非常融合 我们互相在宗教上 在文化上的一种包容 跟甚至多元的一种展现 民众的日常生活 不仅反映一方水土的兴衰和风景 更融合了情感记忆的点点滴滴 不一定要述说历史大事件 贴近切身经验的民生地标师 反而更能撩拨国人心弦 人民的生活其实是最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 生活里面的这个小细节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在文学作品里面写出来 这些民生地标其实跟我们的感情 是很有紧密的这个相连的 比如说我们身后的这个龙头这个游乐场 它是在大概是新加坡 Made in Singapore的这个游乐的一个特色 大概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 每一个祖物区都有这样类似的水泥的这个龙头 或者动物的头型的这个游乐场 我自己本身小时候经常就在那里爬上爬下 所以小时候你对整个空间的一个概念 对这个动物造型设计等等的一个概念 都是从这些生活里头很细微的东西里面感受到 能保留到今天的 作为旅游圣地 我国迎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每一个观光景点都犹如一张名片 是热带岛国的生动代言 全书最后一集正是旅游地标 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新加坡 这个小岛 当然会希望看到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跟他们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觉得新加坡确实就是有它比较不一样的 比如说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植物园 竟然是在市中心最黄金的地段 有一个这样充满绿意的地方 我们人在人类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一直是趋向都市化的 趋向这个城市化的 然而怎么样在让满足大家想要居住在城市里头的这样子的愿望 同时又保有这个绿地 这个是我们可以从我们新加坡这个植物园的规划里面得到启发 陈志瑞用细腻的文字召唤国人与游客的集体记忆 重新审视和发掘更深邃的都市内运 他坦言即使写了两百多首 仍无法展示诗成全貌 这个小红店还有太多精彩 等待我们去探索 现代档做正常事呀 非常张爱 件事 一个人在讨厌 本 gender 做外采论以本作用